Hello大家好,这里是言区日语 我是虽然自己也找不到男朋友 但是还是要来教大家用日语表白的水水 如果想要获取日语免费公开课 欢迎加视频内老师微信 一起来学日语啊 有什么想学的内容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哦 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动漫名侦探科男里面 宫腾心一对毛利兰的告白 名侦探科男的剧情 应该不需要我再做任何铺垫和解释了吧 这个表白也是我觉得超级浪漫的一个场景 当时小兰正在生气 觉得说你好歹也是一个侦探啊 为什么就不能推理一下我的心事呢 然后我们的小兰就跑啊跑啊 我们的心一就追啊追啊 然后追上去嘿嘿嘿 哦并没有 追上之后呢他就说 你呢是一个棘手的大难题啊 混杂了那么多多余的情感 就算我是福尔摩斯 也没有办法读懂喜欢的女孩子的内心啊 试问谁能抵挡得住 来自天才侦探 宫腾心一这样的告白 弹幕里的女生 你们大声告诉我 难道你可以吗 别想了 就算你抵挡不住 心一也不会给你告白的 那心一的告白比较长 所以我们今天不多说废话 直接来分析句子吧 就算我是福尔摩斯 也无法解开啊 我们呢还是从小的部分先来看 首先是这个单词念作 在日语当中R的音的话呢 是发作一个 它是一个男性的字圈用语 那有点就跟它同类似的呢 还有一个叫做 这两个的话 其实都是属于非正式场合 男性的一个字称 用在口语上面比较多一些 然后呢 后面是HOMES HOMES呢 是福尔摩斯的这一个英文 直接音译过来的 这样的一个日语啊 中间用一个干连接表示 我是福尔摩斯 这样的一个意思 后面后面加 如果要把它说完整的话呢 可以加一个DESU OLEGA HOMES DESU 这样子就是 我就是福尔摩斯 那如果我说我是水水 就是OLEGA MIZU MIZU DESU 就是我是水水 然后这里呢 用到一个语法是 TATOE 什么什么 DEMO TATOE 什么什么 DEMO 在日语当中是表示 就算是什么什么 也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 就算是单身狗 也有人权啊 那你就说啊 TATOE 独身犬 就单身狗 TATOE 独身 DEMO 或者说 TATOE 独身犬 DEMO 就是 就算我是一只单身狗 我也想要就是 有快乐的这个源泉啊 然后在下面这一半的话呢 是讲说 TOKU NOA MULI DAROU ZE TOKU的话呢 是指的解开的意思 写作一个解字啊 后面MULI MULI就是我们经常在 口语当中会听到的 MULI MULI 就是没有用没有用 就是我做不到做不到 比如说你要我吃榴莲 因为我是从来不吃榴莲的 或者说要我吃香菜 香菜它做错什么呢 我就会跟你说 M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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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吃这些了 判断就是完全肯定的判断来 拮据 而是以一个推测的语气来拮据 DARO 就是一个推测的语气 后面这个RO是念作RO 而U的话呢 接在这个O的后面是表示一个长音 所以这里拖长发音就可以了 TOKU NO WAMURI DARO ZE ZE是一个男性的 语气后续词 然后后面再有的话呢 因为它比较长 所以我们慢慢来看 后面的话呢 我读不出那个心意的感觉 好き的话呢 在日语当中就是表示喜欢的意思 注意这个发音 这个发音的话呢 是发一个酥 酥这样的发音 就是你们把牙齿呢收起来 然后把嘴型变小 发一个酥 酥这样子 既不是酥啊 因为酥你的牙齿也会露出来 是咧嘴咧嘴发音的 那如果你发酥的话呢 嘴巴会撅起来 所以这两者都不要有 把牙齿收起来 嘴巴也收起来 然后呢 好き 喜欢的意思 然后后面的话呢 女 是女孩子 中间这里呢 有一个那 因为好き是一个二类形容词 所以我们呢 要用那来连接它的这一个 就是名词啊 所以你们呢 平时如果说喜欢的女孩子 不要说好きの女 应该要说好きな女 然后后面是心 是心的意思 女の心 就是女孩子的内心 女孩子的心 这个の的话呢 就是表示一个所属 后面这个名词 是属于前面这个名词的 也就是说 这个心呢 不是别人的 是这个 你喜欢的女孩子的 不是水水的 也许也是呢 好きな女の心 就是喜欢的女孩子的内心 那这一长串 我们把它连接起来的话呢 其实还是一个名词 短语 因为最终它的重点 还是落在心上面 前面都是修饰这个心的 对吧 就是说 是什么的心呢 是女孩子的心 是什么样的女孩子的心呢 是我喜欢的女孩子的心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说 正确 正确的话呢 这里这个 接在这个 背的后面 也是表示一个长音 所以 你不要读上 正确的话呢 是讲的正确 这个单词 写作正确这两个字 読み取り 読み取り的话呢 是表示说 读懂的意思 读到读懂 正确に 読み取り 就是说呢 我们用这个正确 这个词来修饰 读懂 就是正确的 读懂 就是写成那个 滴滴得的滴 正确的读懂 什么的 这种事情啊 我就是 做不到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这两句 应该连接起来 一起来进行翻译啊 也就是说 就算是福尔摩斯呢 他也没有办法呢 去正确的读懂 这一个 喜欢的女孩子的心啊 没有办法解开 这样的一个谜题 就是喜欢的女孩子的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 这样的一个谜题 那我们呢 慢慢的把这一句再读一下 好きな女の心を正确に読み取るなんてことはな 后面这个那也是一个语气词 就是说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能知道啊 啊的那种语气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新衣的一个表白 虽然有点长 但是我相信呢 如果你是这一个新兰党的话 一定会凭借着珍爱呢 把这一段内容看下去的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啊 如果大家想要学习语的话呢 欢迎加我们这一个老师的微信 然后呢 我们有公开的这个直播课程 会有更详细的讲解 それではお疲れ様 拜拜 拜拜